裁剪塑胶片 仔细检查再加以休整 无法到新加坡工作的周爱明 待在新山分秒不空过 因为在这个行动管制令里 也不能够到处乱跑 所以来这边协助的时候 有一班法亲们一起 那种感觉实在是很美好 然后我们也很充实 周爱明原本拥有美好的小康之家 他和先生过去都在新加坡工作 两个人育有一个儿子 但多年前一场交通事故 不幸造成先生永久残疾 经济重担从此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如今受到疫情影响 周爱明做出艰难抉择 留在新山照顾家人 三月份的时候还有 然后四月份就是拿我们自己的甲旗 然后过后就是无薪甲 现在到处都裁员 因为现在有一点年纪了 然后体力也不支 还不晓得如何 还是很担心 面对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 周爱明选择充实自己 以积极心态面对疫情 刚开始有一些不习惯 进去做就对了 虽然疫情打乱了日常作息 但周爱明转念调整心态 发挥良能为社会付出 也减少了疫情 带给他的负面冲击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5月2日前面冲击 对比启极心态中